体内毒素越多,排毒反应就越难受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比如你们家的垃圾越多 当你打扫的时候就会变得越脏越臭 当你家的金属水管里面生锈 垃圾很多 你开始清理的时候 前面会排出来很多的水锈 这并不代表着问题再加重 这代表是一个清理的过程 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五脏六腑的垃圾 不管是通过运动、饮食、排毒 还是温度的办法 把这些垃圾往外拍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人就会拉得很多 很臭 很多人开始皮肤排毒 排出来很多的汗 甚至皮肤病看似加重一样的反应 还有的人来离家会带很多的血框 很多人开始有大量的土痰咳嗽 总之只要是能排毒的脏气 都会出现很多像病加重了一样的反应 你一定不要紧张 一定要坚持 你越难受 代表着你身体的垃圾 越冬